它的盈利回報其實都會相當之理想 Hannah 講完基本因素 不如又看看股價的表現 先講講2778冠軍產業信託 是一隻weeks來講 在4.5毫搞今日輕微靠穩升了一仙 技術走勢上面都見了穿了10天線 其實會不會來講 下個高位會不會再減一年的高位4.7毫二呢 看回見到就是從技術走勢方面去分析 雖然見到2778其實是連續開了三日 連續開了三支陰燭 但是看回它的股價走勢方面 仍然手穩在十天線之上 意味著這個跌勢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短暫的調整 當守得穩十天線的話 在上網的空間是前高位 若不是在4.7的水平 升穿了這個水平 下一個目標價就看五元了 好 講完這隻冠軍信託 不如看看領匯 大家市場一定認識這隻這樣的基金 見到今天24.1毫無升跌 其實見到24.1的水平 剛好未穿到二十天線 其實走勢上 你覺得兩者之中哪一隻會強一點呢 看回技術走勢方面 當然這是冠軍產業的走勢會更好 看回這個最主要原因 就是看回領匯 看回領匯方面 其實見到它的走勢方面 其實昨天方面已經跌穿了 就是二十天線和十天線 走勢來說 其實是屬於一個持續沉底的格局 下一個支持位 有機會落到23.6至23.7的支持水平 如果守得穩這個是水平 意味著整個股價走勢 有機會在24.6至23.7左右 就是進入一個橫行區 其實要升穿24.6左右 才會見到股價有一個向上 向上突破的機會 好 謝謝Hannah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看回現在恒指最新跌34點 去到22,940點 成交額暫時有63億 積月期指跌18點 去到22,932點 暫時低水4點 成交量有7,000多張 國企指數方面跌21點 去到12,563點 跌了0.17% 和大家看看內地股市方面 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升1點 去到2,912點 升了0.05% 和大家看看亞太區股市的表現 看到東京日經平均指數收了時間 最後收時的時間升2點 升了0.02% 去到10,312點 首爾COSPI指數方面 升1點去到2,019點 要問Hannah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遲? 好的 謝謝 下一次回來發達廣場再見